有環保團體研究 全球每年生產約3億噸的塑料 接著有500萬噸到1300萬噸的塑膠垃圾碎片 飄散到海洋當中 進而被海鳥、魚類或其他海洋生物給吃下去 如果這樣的速度還不減緩 預估到2050年的時候 大海中塑膠垃圾的重量 會比魚的總和的重量還要更重 HELLO,LADYS AND GERMAN,我是墨鏡格 各位,開頭馬上要問你一個問題 請你回想一下你今天吃過什麼東西了呢? 你吃東西的時候是否用過塑膠袋了呢? 亦或是有沒有任何跟塑膠有關的垃圾在你這一天當中 被你製造出來呢? 如果有,告訴你 基本上可以說 你是殺死我們這顆地球的其中一位兇手 不過想當然 這樣的兇手數量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可能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是 不管怎麼樣 反正你今天看完這部影片之後呢 我相信你會心有氣氣焉 可能你看完今天這部影片之後啊 以後到手藥店買飲料的時候呢 他那個輸的吸管 你也不敢拿 或是不會拿了 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重頭戲好了 各位知道 太平洋垃圾袋嗎? 這太平洋垃圾袋 非常震撼啊 太平洋垃圾袋也可以稱作是太平洋垃圾島 它的位置大概是美國加州到夏威州的位置 大概在那個地方 各位應該都知道 海洋是有洋流的 那有些洋流帶它的速度呢 相對來說是比較慢的 而有些地方洋流比較快 然後在太平洋周圍 或者是在太平洋上的這些國家 有很多人就把垃圾丟進了海洋裡 然後呢 洋流系統 再將這些垃圾 全部帶到這一個 洋流相對來說 禁止的這片海域 然後這些垃圾就漂浮在那一片地帶 所以那一塊地方就被稱為 太平洋垃圾袋 而你聽到這邊可能覺得 這可能就是一小片區域 有很多垃圾這樣子 告訴你 大錯特錯 它們有另外三個別稱 一個叫做海洋濃湯 一個叫做垃圾漩渦 另外一個叫做 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場 有多大呢 根據Nature旗刊上面的研究報告 光在加州外海 一直延伸到夏威州的這片區域 就聚集了超過 160萬平方公里 這邊聚集的垃圾面積 就已經是台灣的 44倍大 另外有科學估計 整個太平洋的垃圾加起來 面積是 1500萬平方公里 這個數字就更驚人了 因為它是台灣的面積 414倍大 當然這數字一定不是精確的 因為太平洋太大了 那這些漂浮的垃圾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基本上 絕大部分都是塑膠垃圾 像是寶特瓶 寶特瓶蓋 塑膠袋 甚至是釣魚線 或是球鞋的膠底 總之幾乎一切跟塑膠有關的垃圾 都在那裡面 你能夠想到的 你想不到的 基本上那邊都有 研究才會被稱為 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場 而這個太平洋垃圾帶的面積 還持續在擴大當中 聽到這邊 其實你聽到的 還不是最嚴重的部分 最嚴重的是 這些海上的塑膠垃圾 他們會因為日照的關係 水流的因素 或是被海浪的拍打 逐漸的被分裂成更小的碎塊 聽到這邊以為是好事 但錯了 很多的海洋生物 譬如海鮭 譬如海鳥 啊不是 海鳥不是海洋生物 我知道 靠海維生啦 或是很多的魚類 亦或是很多喜歡吃 小的生物的海洋動物 他們都會吃進去這些 塑膠碎塊 可悲啊 這些海洋生物吃進了這些 我們人類製造出來的塑膠垃圾之後呢 他們無法排泄掉 甚至是直接卡在他們的胃當中 最後面他們會因為胃裡面 充滿了這些塑膠的垃圾 無法吃進去他們該吃的東西 然後 活活被 餓死 抑或是這些塑膠垃圾 破壞他們的消化系統 直接被我們的垃圾給 噎死 或者是消化系統被破壞致死 從1970年代開始觀測太陽垃圾袋以來 垃圾增加速度一直沒減少 到今年的統計 這垃圾袋的面積幾乎成長了16倍 而且增加的速度呢 還比以前更快 有環保團體研究 全球每年生產約3億噸的塑料 接著500萬噸到1300萬噸的塑膠垃圾碎片 飄散到海洋當中 進而被海鳥、魚類或其他海洋生物給吃下去 如果這樣的速度還不減緩 預估到2050年的時候 也就是大概30年後 大海中 塑膠垃圾的重量 會比 魚 總和的重量 還要更重 那更可悲的是啊 這些海洋生物吃進這些塑膠垃圾之後呢 他們就不健康了 甚至這些塑膠 就在他們的消化系統裡面 變成毒物了 然後 我們人類最後再把這個東西給吃下去 哈哈 這算不算是報應呢 那為什麼這個太平洋垃圾袋 或者是整片 我們的地球的海洋上 漂流的垃圾 主要的成分都是塑膠呢 因為塑膠 太恐怖了 塑膠的意思被發明 是在19世紀末 當時發明這塑膠材料 其實出發點是好的 他是為了取代象牙 當時有人注意到了 人類因為覺得象牙好用 所以當時大量的拔象牙 導致了很多大象的死去 所以他們才發明出了塑膠這個東西 降低人類對大象的撲殺 所以說啊 塑膠在當時 既滿足了人類在日常的需求 也避免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 而所以這兩次世界大戰過後 人群日益受到重視 各國也希望能夠快一點 改善國民的生活水平 於是各種塑膠產品 就被瘋狂的製造出來 而塑膠製造量的大幅成長 也曾被視為一個 復蘇國力的捷徑 但是隨著人們的生活品質 逐漸改善 一個未爆彈 卻持續的在擴大 這個未爆彈 就是塑膠垃圾 塑膠垃圾最大的問題 就在於它不像其他的 自然物質組成的垃圾 較容易被微生物分解 就像是那種木頭產品 一個人一生中所用過的所有塑膠 都無法在它的有生之年內 被分解成基本化學物質 然後再進入大自然的循環當中 一個塑膠垃圾被製造出來之後 至少需要好幾年 幾十年 甚至達到450年的時間 才能夠被分解掉 而我們常用的寶特瓶 就是那450年的結局 每一年全世界製造出來 供人類使用的塑膠重量 超過3.8億噸 3.8億噸是什麼概念呢 大概就是全人類重量的總和 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並不會感受到這個恐怖的現況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些垃圾 不會大量的堆積在我們家裡面 或是我們的工作場所 或是我們的所有生活環境當中 他們這些垃圾會被集中到垃圾掩埋場 但是塑膠短時間內 基本上是不會被分解的 所以呢 掩埋場會不斷的長大 這裡買到不夠買了 再找另外一個新的地方買吧 啊這裡又不夠買了 啊再找一個新的地方買吧 最終垃圾掩埋場 會不夠用 排擠到我們所生活的空間 你可能會想說 啊我們學校都有在推廣 回收做環保 而我們家現在也是 我們長大之後也有在做環保 應該還好吧 沒那麼嚴重吧 我們做環保應該就會好很多吧 很可悲的是 實際上人類到目前為止 回收的總塑膠量呢 只佔 總製造量的 9% 而約 10%的塑膠 經過焚化之後呢 也會釋出 有毒物質到我們的環境當中 像是 帶澳型等等 基於以上描述的狀況 無法充裂的塑膠 就逐年累積 這是人類在地上生存的 一大隱憂 對我們來說 是一大隱憂 對海洋生物來說 那是一場 浩劫 事實上 每一年流入海洋中的塑膠垃圾 預估總計高達 800萬噸 至今已經累積了約 1.5億噸 以上的塑膠 在海洋當中 無法分解 國家地理頻道也曾經 以台灣小琉球附近的 海底線框 作為警惕 各位看過海龜被塑膠吸管霸凌的影片嗎? 這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有人曾經拍下 無數張海鳥 淒慘倒下的慘況 結果這些海鳥之後才發現 這些海鳥的胃裡面 竟然超過50%的體積都擠滿了 這些塑膠垃圾 說明這些海鳥 是活活被餓死的 而且海鳥還算幸運 他們還在苦苦掙扎 還沒走到鬼門關前 那些熱心人士呢 只能夠非常被動的 不斷將海水灌入他們的胃 來把這些塑膠碎片給洗出來 但是 卻也不一定 每一次都這麼管用 另外培養在海洋中的廢棄釣魚線 也成了海洋中無法掙脫的 恐怖陷阱 這些常規的現狀 都是我們必須面對 而且不能逃避的議題 每一年全世界新產生的垃圾量 已經成長到30年前的 1.5倍了 尤其是這塑膠產品 我們無法根除這樣的禍害 但是我們可以減緩這個問題的惡化的速度 怎麼做 不能夠只依靠回收這個方法 因為現在真正能夠回收的塑膠不到10% 所以我們應該轉換一個心態 不是回收就是對環境的友好 我們真正最有用的方法 就是減少使用這些塑膠產品 尤其尤其尤其是一次性的塑膠產品 像是垃圾袋 吸管 寶特瓶 這些最常使用到的塑膠垃圾 能少用就少用吧 好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記得訂閱我們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按鈴鐺 按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 收通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分享 咱們們要得寶恩的 See you tomorrow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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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